Sakoya Sakoya 不去那儿 不去那儿 说 来 来 来 这个车叫Sakoya 是丰田最大的车 丰田把 牛逼的 陆地巡洋舰 它叫Lexus 0至5.7 是全尺寸的SUV 其实是接近全尺寸 没有美国的车 美国那是原尺寸的 像雨空 suburban那种 丰田 是朝鲜战争的时候 替美国修吉普车 以后开始山寨 最早山寨的是 有三陵 就是米苏比西 有 丰田陆地巡洋舰 有 尼桑派臭 现在最著名的 也是三个牌 中国分别翻译成 沙漠王 图勒 和大山猫 这后边就是山 山的最高峰就是 东澳 高山速降的那个地儿 刚才我说那叫Sakoya Sakoya是谁呢 美国印第安人有好多部落 像 切诺基 阿帕奇 其中切诺基那个部落最著名的那个酋长 就叫Sakoya Sakoya其实是一种树 是红山树 是红山吗 就是一种特别大的 加州有那树 就是那个华盛顿 刚开走那就是 三陵帕杰罗 那车也是特好的 最大的才六缸 我们有合资 在湖南 是叫冷水滩 还是叫冷水浆 叫猎豹 合资的 你从车面看这车 正面一看 它是全尺寸的 5.7升 还说丰田 丰田的 我用的最多的是LC80 开不去 说 说 来 说 快 说 说 说 叫LC80 就Land Cruiser 80 那时候我在中东的时候用那个 现在叫LC100 LC200 我也不知道有多少了 一般来说是省军级领导中国配置的 他们下乡时候 我去朝鲜 中国驻朝鲜大使也开的一个原装的日本的那个东西 叫Land Cruiser 是大船 叫陆地巡洋舰 因为在炮舰时代 巡洋舰就是几乎最大的船 还有战列舰叫Battleship Cruiser就是最大的巡洋的 就是可以从一个大洋进入另一个大洋 比如从太平洋进入印度洋 具有那种的巡航的能力 联合国和世界上最爱采购的车 就是丰田陆地巡洋舰 跟他同一起的 同级的孩子就拍抽 就是那个尼桑巡洋兵 来 快我看不见你了 又上哪了淘气 然后 为什么呢 一省事 二可靠 三省油 你只要加油 根本就不用保养 我那时候就在中东就开那个 除了加油 根本不用保养 但是在中国呢 政府采购老百姓不爱开 为什么呢 来不信认为那不装逼 老百姓爱买英国那山寨的叫Defender Defender吧 我们翻译叫卫士 还有德国的G63 就是Mercedes奔驰的装逼用 那些车一直贵 二是根本就越不了也 三是成本高 但是他们喜欢 为什么可以装逼 所以我们是一个装逼的民族 再说到那个车 红杉树 它是丰田最大的 我弄不懂 它一种更接近世界的叫灵质 叫Lexus 也有570 Sakoya也有570 好像Sakoya的你车的底盘啊 大 中国人都爱说红杉树 但我爱翻译叫Sakoya 因为Sakoya是个人名 你像那个印第安人取名都叫什么 做熊 就是做着的熊 做熊 风马 羽人 羽蛙 全都是那种名 风牛 做牛 利牛 奔牛 所以它就是Sakoya 切诺基 那著名是 它原来在大茅原山一带 后来美国开发西部 就把它给迁走了 美国越过阿巴拉齐安山 开发西部 就要说你们这印第安人的生活方式 和白人的 和白人的工业的生活方式不合拍 你们在这不好 来 来 戳 戳 快来 快来 戳 戳尔特装逼的 宝马 德国的越野车 基本上都是装逼的 嗯 中国人特别喜欢买 特别喜欢买 哈德嘛 我就说 从德国的哲学 思想 嗯 到什么 只要沾德国 他们就哈 因为瓦德西 因为瓦德西 这是海棠吗 海棠 女儿 女儿大了 就不跟爹走 一起 觉得丢人 他非得在路的那边 嗯 一国汽车 他又害怕 又看爹一眼 平常跟爹保持一段距离 所以跟女儿逛街是很麻烦的一件事 Sakoya 是 切诺基这个部落 迁徙之前的 切诺基部落的酋长 嗯 他的妈妈 是个英国人 他的爸爸是个 切诺基 印第安人 生了他这个浑水 生了他这个浑水 走不动了吧 往回走 往回走 来 往回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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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爹走一侧 不晒 这边 这边不晒 那 这边有树 嗯 这是尼桑 嗯 尼桑最好的是Petrol 不是 是尼桑的 尼桑的商标是一个圆 上面 架一个巨型 这是最典型的英国设计 你去英国看英国那地铁 就是这个 我最近老住一设计 因为我认识一小男孩 考上了美国最牛逼的设计学院 学工业设计 那学校叫Parsons 是吧 就等于世界工业设计里边的 哈佛耶鲁 嗯 又一个尼桑 尼桑是很棒的车 嗯 我们不带任 嗯 就在世界上说是 就是经济的是人开的 不是装逼的 一 省钱 二 好用 三 安全 哎 我看见活的河水了 小屁孩 你听见水响了吗 这里有水 这里有水 你要赶进去就 你赶不赶进 你听见水响了吗 嘿 你看 你看 野的水 嗯 Sako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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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由于他妈是英国人 白人呢 殖民者 他爸是印第安人 所以他有两方的血统 他就创造了 印第安人最早的文字 所以印第安人是没文字的 但文字是Sakoya这个部落创建的 他不仅 不仅那个创造了文字 我去过他那部落 他还发明了熬盐 因为在山里你知道啊 要吃盐很费劲 没有大海 他制造了 他发明了一个 就是 取盐 怎么把那盐给熬出来 他发明了那个 看天象 发明了好多东西 都是这个Sakoya 嗯 所以Sakoya是 美国那些所有印第安人里边 最主动跟世界接轨 迎合普世价值的 印第安的首领的头 就是这个Sakoya 我们叫红山 这个丰田你看给车取名啊 他就很知道 这日本帝国主义 看有车 快 快 车 全老太太 然后那个日本你看 他给车取名都很艺术 跟我们不一样 我们叫傅康 叫解放 叫解答 叫什么东西 叫秦 叫汉 叫宋 袁明清 我不知道有没有 他不是 他叫的都是世界上著名的 具有开拓性的那些伟大的人物 那些先知 先知 再看一眼 这Sakoya Sakoya是切诺基部落 最著名的酋长 他爸爸是印第安人 他妈妈是英国人 在殖民社时代 这是号称是全尺寸的SUV 就很大 别找人车牌 我把车牌挡住 你看 Sako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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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什么 嘿 嘿 Sakoya I4 5.7 V8 拖车钩 这孩子 哈德 朝那奥迪跑过去了 你想 那个 日本是学的 美国吉普 朝银人给日本 给美国修吉普 吉普公司最奢侈的 最大的越野车叫切诺基 日本给自己车取名叫Sakoya 是吧 你们是切诺基部落 我他妈是你们最著名的酋长 所以日本这文化 看似是普世 由你握手 拖牙入欧 实际上把日本的那种 渔猎文明具有侵犯性的文化 直接走向了世界 所以丰田那车才会这么好 我刚才在底下走路就没劲 一坐上这个 你这车 就又想起说这些话 切诺基 我叫Sakoya 是吧 如果翻译成红山树 就没有这含义了 所以我坚持把丰田最大的越野车 叫Sakoya 我叫Sakoya